下来关注我国疫情最新数据 今天是本土连续第三天刷新单日确诊新高纪录 截至周五十二点全国报7,857宗新增病例 另外有59人病逝 公共医疗资源吃紧 目前有771人还在加护病房就医 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患者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卫生 卫生部傍晚发文告通报 59宗死亡病例患者年龄介于33到99岁 当中有19人来自雪州 同时雪兰恩还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州属 报2675宗 沙拉越则有772宗新病例 吉兰丹754 吉隆坡561 全国各地新增20个感染群 其中8个是社区感染群 另外有7个感染群设计职场 目前活跃病例达69,000多宗